看過雲門流浪者之歌的朋友 一定會一直記得 有一個和尚 站在武桃的一個角落 動的不動 七十分鐘 這是王榮譽先生 可憐王榮譽呢 就在那裡一站站了兩百多場 贏得全世界的觀眾的 讚美跟驚喜 那他是一個複雜的人 他可以安靜的不得了 在那邊演出這個角色 那另外一面 他是空的還是小的 他是從台灣的歌仔戲的世家 走出來的一個導演 那麼他創立的金石眼色呢 今年二十五歲 二五年很簡單 一組叫做 Opera Opera是日本時代 從Opera這個字改過來的 所以他也做希臘悲劇 他也做台灣的本土的故事 他也做了一些 莎士比亞的戲劇 那麼這一回呢 他改編了莎士比亞的戲 就是叫做 歡喜就好 十幾百百了 大家有時候都很愉快 要是說一間家裡自己鬱著 一間家裡自己鬱著 一間說心事 誰都知道要做什麼 出來要復習 一間台北城市舞台 八過三十幾 到九過天氣 然後還要去台中歌劇院 台南無話中心演出這個 莎士比亞台灣辦的 歡喜就好 二間家裡鬱著 出來復習 歡喜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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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